居前阿富汗政府官员和当地电视画面显示 几千人星期二在南部城市坎大哈州长官邸前抗以塔比班统治 利利亚正在经历最严重的霍乱疫情之一 据该国的疾病控制中心数据 在2021年至少会有2323人死于二次霍乱 印度公共卫生官员说 自至星期一在北方邦北部菲罗扎巴德市 最少有60人死于病毒性发烧 其中5人死于登甲热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敘利亚总统阿萨德在莫斯科举行会订 讨论两国军队合作 以及如何继续攻占敘利亚半军控制区 希腊队中私人飞机聚毁事件展开调查 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湖贪污案的控方证人杰伦 在事件当中上升 亏当中击一月